接着咱聊聊北京的楼市吧 然后给你们先看个视频 哈老爷 北上广的房价还会再跌吗 到现在还觉得北上广的房地产是有泡沫 并且将持续下跌的人 贫穷将会与他们如影随形 他们什么都懂 但是他们却什么都没有 那又是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坚定的看跌呢 那些整天嗶嗶都说房子还要再跌的人 他们不是没有钱的 就是没有房的 那房价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告诉你真相是房子的价格 是由有房子的人和有钱的人 他们相互博弈而产生的 没钱或者没房的人 不论他们怎么嚷嚷 他们都是不具备这个溢价的能力的 那些手上既没钱又没货的人 他们本质上是与这场游戏根本无关的 另外你想对评论区骂你的黑粉说些什么吗 其实他们的存在很多时候 就像是一种游戏道具或者是气氛子 他们反而衬托了房东的稀缺和价值 当他们叫的越想就越无能 就越能展现出我们有横产者有横心的坚韧品质 其实说实话 看多房产的人有很多 你像刚才这个哥们他说的有些是有道理 真正决定的房价的人肯定是手里有房或者有钱的人 而不是那些真正的什么都没有的 根本就没有想过去买房的人 但是他有一点我觉得说的不对 你包括像我想换我以前想换房 包括我后来我现在想卖房的时候 我都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即便持有房产或者你持有钱 你对房产之后的预期 对吧 就是可以用来做交易 有交易条件的人的预期 才是对房价最直观的影响 所以他所说的那些东西 说你有没有筹码之类的 这些东西根本就无所谓 完全取决于有筹码 有条件购房人的心理预期而已 我个人是这么看啊 当然那些特别有钱的除外 然后咱们看一下分析两个中介 对这个北京的一个房市 一个基本的情况 然后我觉得他们说的都还有点意思 然后后面我来给你们讲讲 我所看到的这些实际情况 北京楼市新阵已经过去20多天了 我说一下最近的市场 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房东跟客户比较博弈的一个阶段 就是月初的市场特别火 北京便宜的房子都卖完了 我说直白点基本上没有了 就是个别不好的楼盘反弹 大概三到五个点 最贵的楼盘 就之前特别好的楼盘 卖的特别超跌的 回调了大概15天 回调大概有10个点 就是现在市面上没有便宜的房子 以往我们遇到这种市场 就是市场爆火的时候 17年那种 就真的比如说爬到一个坡 大家觉得一个 现在没有便宜的房子时候 基本上两天就出来 可我立马把这房子买了 又爬另一个坡 但现在我感觉 现在在博弈 就是便宜的房子卖完以后 感觉就上去 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上去 就现在就在爬坡那种感觉 也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 能不能上去 还说就这样了 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次大量的卖了很多 两三百万的房子 甚至四五百万的房子 应该在两个月左右 我认为房价还是能往上走一走的 我个人判断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可以评论区打出来 北京真实的房价到底降了多少 我说出来 估计你们都不敢相信 很多人根本联想都不敢想 风台大瓦窑的一个项目 从八万二降到七万三 就连通州的个别小区 三百多万的房子 现在卖两百万 基本上是赔利息保本金 北京大到很多老破小 那些没有电梯五六层的老房子 已经变成了不动产 现在不是说你赔多少的问题 而是说 击鼓传花这个游戏 已经玩不下去了 所以你现在还敢在北京乱买房吗 你们也不要说我在畅衰楼市 那些位置好的 品质好的 价格依然是不便宜 我希望我的粉丝们不要再踩坑 千万不要买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房子 然后刚才这两位博主说的 其实大家也听到了 第一位博主可能对之后还是有些信心 但是他说的这个前半部分 你注意啊 就是说有很多地方的房产 大家在博弈啊 或者说包括其实以我为例啊 就我家附近的二手房 就是我在就长阳附近的房子就一样的 就是房价基本就横在那里 处于一个你不能说它是供需平衡 等于是买家不想多给钱 卖家不想少挣钱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就一直横在那里 情况其实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很多便宜房子已经被处理完了 然后相对贵一点的又没人去买 但是其实你说二手房的情况以外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北京附近 特别四环外的一些新房 这些房产的销售 其实就700到1000万的房产 销售是比较好的 而且还都是新房 那当然买这部分的房产 和那个500万以下 或者300万左右的房产 就购买人群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个人看 就有可能是有一些外地的购房者 有钱的购房者在买那些房子 而真正的一些刚需类型的 普遍都是500万以下 就300万到400万的居多 其实你们各位要关注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 一开始的价格范围是500万到400万的偏多 现在是400万到300万的偏多 然后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其实北京周边是临近五环的位置 或者稍稍货五环的位置 包括石井山地区 对吧 基本上房价都在3万左右了 或者说小于3万 2万8以上啊 这些 那它的总价 六十六七十平的总价 也就是200万左右 说实话 你要是说 在五环周边的 你要入坑北京的房价 其实真的不是很高了 但当然了 你就说这房价还能不能再跌 谁也不能 谁也不能把牢啊 但我觉得 只要经济不好 只要中国经济的前景跟预期 得不到解决 那房价跌 它是必然 但是你说到底 就是你像北京 我觉得就是它 无论如何 它跌到最底点的时候 肯定是有希望的 但是其他那些三线城市 或者四五线城市 我觉得怎么跌 它也都没什么机会啊 相对来说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这些 会好一些 然后你看另外的一个播主 他说的 其实跌幅很大 我就给你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你就说北电家属院的老婆小 基本从五百多万能跌到三百多万 下降幅度都超过百分之三十 那可是海淀区啊 买这个房子的人说白了 不为别的就是为上学 然后相关的像什么北台湾庄这附近的 黄亭自禄附近的 对吧 基本下跌幅度都很高 而且主要是老婆小下跌高 电梯楼就会好很多 之前我也说过啊 租金收益率 都从2.6%降到1.7%了 对吧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 租金回报率跟房价 都是大幅的下跌 就是说实话吧 你像我一个北京人能感觉到的是 因为我经常四处串去看见 房子在这小区嘛 就北京房价基本上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 就为不说2016年的 2016年有一个什么事 涨价去股存 对吧 我觉得国家现在稳房价的目标 可能也就是希望能够稳定在 2016年这个涨价去股存之前啊 但是在我来看 恐怕很难做到啊 最主要就是经济前景跟逾期嘛 太差 就是你可以问大部分人 但凡是2016年之后买房子 他算上 首付各种利息之后 他一定是亏的 你看 只要是2016年以后买房子 现在再往外卖的 就是起步 你就得先赔100万 对吧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就像咱们刚才听的那个北电家园 对吧 北电家属院啊 北京邮电大学家属院 500多万的房子 现在300万就卖掉了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在环内啊 海电区 西城区 东城区 其实已经都可以找到那种老破小的 小户型的 对吧 总价在500万以内的房子 甚至于300多万的都有 就是现在的二手房 除了一个交易量下跌以外 还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分化 对吧 能走量的房子都是什么 都是 要么就是学区房 对吧 要么就是回报率高的老破小 租售比回报率高的老破小 基本上这样的房子 对于那些普普通通 意义般般的房子 基本都是在我刚才说的那种状态 你要么嫌便宜 不卖 你要么嫌贵 不买 对吧 买卖双方都是这种心态 就导致 一直不成交 挂牌量还在高位 就这么个情况 就大家都在等 然后早些那个中介 刚才那个视频中介说 他说用两个月的时间去看 其实我 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 你说两个月 或者五个月 其实你能有半年房价是稳定的 不出现大幅的下跌 那基本上 我觉得政策就起到作用了 对未来的预期产生一个脱底 但是如果说你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半年内或者一年内 还是持续的下跌 或者说对那些刚需来说 他们又忍住了 对吧 忍住了就是不买 对吧 我觉得产生购买欲望 绝对不是在下跌 或者稳住的过程中 它得上涨 就所有人买房 包括我当时最早买房 是因为它持续的在涨 再不买就买不起了 才导致我会去产生买房的这么一个动作 对吧 所以现在大家看呢 也是一样情况 那真的房价稳了 会有人买房吗 我告诉你依然不会 就是我有什么动力 那么租房跟买房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对吧 说到底 其实就这么个情况 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如果说之后的几个月 或者半年 房价能持续稳定的 不产生变化 那么我觉得 真正的刚需可能就会动 但如果你说 最未来的一期持续的不好 包括相关的一些就业情况 对吧 还有一些经济发展的情况 都不好的话 那我认为即便它横盘 房价横盘 依然不会有人买 好吧 今天就聊这些吧